人都是很乖很优秀的小朋友 所以不可以吵闹啊 对就是因为 我现在怀疑人生啊 因为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嘛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来处在哪 你好你有眼差又看吗 因为余四哥 就是哪一种打扰人 所以我们从历史当中一曲那些回答了 就像是失忆了很久 但今天突然所有的鼻液都一边在我脑海里 然后眼泪就不是觉得流出来了